左右手,外加现在的新晋众神林满荣,一起来商量的,原来有关高先的事情,之前呢,东营十万大军,已经出发,正准备进攻高先的事情,早就已经有情报,通报到朝廷之道,而林满荣,也都在徐常晋那里得到消息, 知道高先王,有心希望来向带华球员,但是,一么想带华出兵出钱,不过就不想自己付出什么代价,林满荣当堂已经一口拒绝,心想,你这种所谓友好伦邦,有好处就会拿,哦,拿完我们的好处,又不想付出代价,世间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, 就好像,你拿了我们的医书,学习了他们的文化过去,过了若干年之后,居然呢,一个反口,说那些医书,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, 连本来就在我们这里起源的一些风俗习惯,都要抢句,说是什么他们的文化遗产,还要反过头就教你,那些种又怎么吃,龙船又怎么扒,认真是起有你的此理啊, 所以,以林满荣看来,各位,讲明先,这些呢,是林三哥他自己的想法,不代表本人,即是港股佬,甚至是本台立场, 林三哥是这么认为的,做人虽然绝对不能够小器,但是关乎到重大的国家利益, 这样就怎么都不能够扮大方,一美被人找笨的嘛,我有付出,就一定要有收获, 所以,当时,他就向徐尚军提出,一个一体两制的扣赏, 说如果你高先,肯归信我们戴华,将国家拼入我们戴华的版图之内, 不过,我们戴华就认可,高先人,治高先的原则, 让你保留相对比较完整的司法行政体系, 只不过,军队外交,以后就要听从戴华统一个安排, 从此之后,你高先就成为我戴华一个特别的行政区域, 这样一来,我们戴华研究高先,就不单止师出有名, 而且,东营人也都要想过,这个时候他再侵犯高先, 就等于是跟戴华直接开战, 这样,那帮东营倭寇都要仔细想过, 度过才可以了,那高先小宫女徐尚净听到, 虽然满腔悲愤,觉得林晚荣就成人之危, 趁乱打劫,但是也都无可奈何, 即时,就将这件事,用飞夹传书, 将戴华的这个态度,就转达回给高先王知道, 请高先王定短,现在过了三日, 高先呢,即时已经有回信回来了, 这么看来,高先王的反应是认真不慢的, 只不过,不知道他对林晚荣的那个提议, 究竟是有什么回复呢? 徐蔚学识冤博,高先文他都会看的, 于是,他接过那封国书认真看一下, 咦,不是高先王拒绝了林小兄弟的提议吗? 什么? 林晚荣一听,当堂也忍不住了, 他也仔细看这封国书, 这封国书原来, 一边用高先文, 一边用汉文写过的, 知乎者也有一大堆没用的说话不理他, 大体意思都看得明白的, 就是高先王说落定决心, 一定要跟倭寇血战到底, 而且再次请求大华出兵够远, 请求一下伦邦友好, 至于, 林晚荣提出个伟大寇赏, 哈, 他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的, 尼泰听完兄姐声说, 你个高先王认真狡猾, 只是想我大华出钱出力, 林小兄弟提出的一体量制, 他拒然立声不出, 哼, 只是想我们为他拼命, 又一点代价都不想给, 世间上, 变成这么便宜的事啊, 徐蔚仔细想一想, 他皱着眉头啊, 窩人之和, 已经迫在眉睫, 但是高先, 居然在这个时候拒绝了我们的提议, 不知道会不会其中有什么变故呢, 亦说, 他们同班倭寇, 达成了什么, 可能不利于我们的歉宜呢, 如果是这样, 那就认真不妙啊, 林小兄弟, 你怎么看呢, 本来, 提出一体量制这个扣赏, 是他林晚宏提出的, 当时还在朝堂之上口约缘河, 听到众人如痴如醉, 说什么百年以来, 大华第一次, 终于有开疆托土的机会, 又是要成立一支智勇军, 在当地征兵, 然后又是什么二战养战, 既可以训练出一支新军, 又可以协助高先防备倭寇, 谁知道到头来这个伟大扣赏, 不断被人拒绝了, 你说他自己不觉得尴尬, 细细假落, 他想一想, 皇上, 请问高先来的狮子团, 现在还在什么京城里面呢? 自从听到渡人进犯的消息, 那个李承哉王子, 就已经请止回高先, 现在留下的, 只不过是高先的几个宫女用人而已, 那个李承哉我们不用理他, 我想问的是另一个人, 那个徐尚准, 现在还能不能留在京城之中呢? 徐卫听都不敢吃了惊, 嗯? 小兄弟, 你怎么会问起他呢? 听你的意思, 这个小宫女, 似乎比那个李承哉还要紧要, 徐先生说得没错, 那个李承哉, 只不过是个傀儡来, 根本没用, 真正话事的, 应该是这个小宫女, 如果他还留在京城, 那这件事, 就未必好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弄的, 哦? 主事界徐尚准? 小兄弟,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? 高先又怎么会派个小宫女来做主事呢? 哦, 我跟他接触了几次, 听他的言谈举止, 我已经可以断定, 那个李承哉, 只不过是他一个牵线木偶, 真正话得是的, 应该就是这个常俊小姐了, 至于, 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, 我虽然不知道, 但是可以断定, 绝对是非同小可的, 除为李泰两个人听得都不敢面面相触, 这个林小哥, 说得这么老顶, 而且呢, 他跟那个常俊小宫女, 又经常哀哀妹妹, 你怎么知道, 他们交流到什么程度啊? 所以, 他这么说法, 你不信又不行的嘛。 皇帝点了点头说, 徐尚准依然滞留在京城之中, 昨天还曾经去到大上博旨游览呢? 老皇帝是什么手腕才能的? 这帮人的一举一动, 怎么能走得掉他的眼线呢? 徐尉听得不敢拎拎头了, 和人之和, 已经近在眼前了, 如果他在高线真是有超凡地位, 又怎么会居然可以这么平静, 这么撒脱呢? 讲不通吧? 林晚宁听得仔细地想一想, 一拍手说, 嘿嘿, 讲得通, 讲得通, 他越是轻松呢, 那就越讲得通了。 哦, 为什么呢? 皇帝啊, 既然你都收到这份国书, 那徐尚准自然也应该知道的啦。 嗯, 没错, 昨日半夜, 有两只信鸡飞入高仙士致团去会所, 我想这个消息, 他应该也都知道, 林三, 有什么说话, 就马上快点说, 不要再兜来兜去。 啊, 皇帝你都忍不住啦, 林晚宁笑啦, 这件事不急得的, 只要他徐尚准在京城之中, 这样就说明, 高仙绝对不是拒绝了我们戴华的提议, 相反, 现在呢, 他们正在苦苦挣扎着, 嗯? 你太听到一样手里面的国书话, 怎么会这么说呢? 高仙皇对我们戴华的提议, 根本是一粒字都没有提到嘛, 是啊, 没有提那样就不假, 但是, 他们都没有表示拒绝啊, 只不过, 知事看大呀, 事关整个国家的命运嘛, 他们不忍到最后的一刻, 又怎么肯就范呢? 所以我说, 现在, 大家在斗忍的时候, 谁忍得住, 就谁不用让步, 他高仙可以忍, 难道我们戴华就不忍得吗? 你太领领头啊, 你这么说都还是断鼓而已, 如果给你鼓肿, 这么都更好, 但是, 如果万一高仙真是和窝人达成协议, 那我们戴华又已经准备和突奴人决一死战, 一着行错, 戴华就要陷入大大的被动之中, 这个险, 我们怎么可以磨的? 老将军言之诚理, 我们一定要探听清楚明白, 绝对不能够冒险的, 所以, 为了戴华的安危, 为了千千万万戴华同胞的幸福, 我决定对徐常俊使出一着千古奇迹, 咯, 什么千古奇迹啊? 连皇帝都被他引到忍不住了, 林晚宁很正经, 很严肃, 又很悲壮, 甚至有点凄惨感, 对皇帝说, 哎, 皇上, 你这招千古奇迹, 是我要不惜牺牲自己的色相, 不惜牺牲我的清白声语来施展, 就是, 美, 男, 鸡, 不是吧, 李太徐卫两个人, 一起望着林晚宁一眼, 说你可以施展美男鸡, 哎呀, 林小哥, 男人你就算是男人了, 只说是美男, 始终都还差点点吧, 你以为, 就好像那些, 整天将个英俊摆在口边, 猛地自夸自赞的那些人, 就真是英俊吗, 徐卫望望的皇帝, 又看看林晚宁, 小心翼翼地说, 如果要施展一条美男鸡呢, 也不是不行的, 只不过可不可以换回个人去呢, 这样把握似乎大一点吧, 林晚宁一听就发火了, 蛤, 这么说什么意思啊, 就是说我不够帅子, 他当堂黑起了脸, 登了他随为一眼, 徐先生,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, 喂, 说话要凭良心, 这个世界, 你以为还有人比我英俊吗, 告诉你, 在大华, 好像我一样, 青凉白正, 纯纯洁洁洁, 经验老道, 而又文武相传的美男子, 恐怕, 周围都找不到第二个啊, 小兄弟, 你误会我的意思啊, 我不是说你不够型不够领, 只不过, 我担心呢, 如果你亲身泄险, 那万一出了什么差纸, 那就好不妙啊, 好像你那样的顶级人才, 现在, 我们大话都不知道多紧手, 多需要, 又怎么可以让你亲自冒险呢, 劳夫之所以建议换人, 完全为你着想, 为我们大华的江山, 社迹着想啊, 小兄弟, 不要误会, 不要误会啊, 唉, 是, 我知道徐先生, 你是爱惜我, 但是, 这条美男鸡, 我不去, 实在不行啊, 危险, 没办法的啦, 哪个要我天生就这么牢独命啊, 佛祖说得好啊, 唉, 我不入地狱, 谁入地狱, 为了大华子民, 为了江山社迹, 皇上, 小弟, 愿意无这个奇险, 皇上, 小民请箭, 请允许小民, 为国施展美男鸡, 誓杀敌寇, 不会还, 哎呀, 难为你了, 明明是想着假公祭司, 借地乙去寇人家的徐公女, 还偏偏要说得这么慷慨激昂, 懒得严肃, 懒得严肃, 懒得严正义那样, 哼哼, 你这些心思, 难道我不明白你? 皇帝冷笑一声说, 林卿家, 你权权爱国之心, 朕非常赞赏, 只不过, 你这个徐尚俊, 只不过是一个弱质女流, 是不是知晓高宣大使, 也都未必可以断定, 就算他真是知, 朕又怎么放心, 好像你这样的大华轰骨之神, 亲自去冒险呢? 依朕看, 徐卿的提议很有道理, 不如换个人去啦, 换人? 在这个世界上, 还有谁比我更加对呢? 林晚宁, 眉眉嘴笑一笑, 目光都不知显得多么自信, 皇上, 想来度去, 大华, 的确没有谁, 比我更加去施展这条美男鸡, 而且, 我敢断定, 徐尚俊肯定知道, 这件事的其中常情, 徐先生刚才说, 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, 高仙人有可能背着那些谈话, 和倭寇签订什么秘密协议, 这种可能性, 不是说没有, 但是以小帝来看, 机会是实在好微的, 大家想想, 东营派出十万大军, 可以说是轻博之力进出, 直攻高仙, 这个是世在必得, 如果你说, 高仙想和人家谈判, 那他可以给到什么条件啊, 给钱, 给人, 你以为东营人肯不肯啊, 我想如果高仙和东营谈判, 东营人提得出的条件, 一定要给我们大华, 还要苛刻十倍百倍, 那么高仙有什么理由, 不接受我们的条件, 反而要接受东营人, 这么苛刻的条件啊, 皇上, 徐先生, 老将军, 你们说, 我讲的又没有道理啊? 咦? 听他这么说, 又真是挺合情合理的啊, 刚才呢, 无论是李太, 徐卫, 一和皇帝, 听到他林晚宁主动提出什么美男计, 还以为他色迷心晓, 想找藉口趁机去占一下徐尚进的便宜, 谁知原来, 他心里面真的有自己的看法和计划的, 都不用说什么了, 只是这番话都一针见血, 没错, 东营人哪有这么容易心足啊, 他们既然能够倾薄之力来侵略高仙, 大军压境, 如果高仙给不到满意的报酬, 他们又怎会善罢干忧呢? 这样看来, 如果说大华的条件, 高仙不可以接受, 那么窝人的条件, 高仙恐怕就更加难于接受了, 除非李泰两个人听到, 都微微点头, 皇帝想一想, 他终于也都开口了, 说, 继续说了, 于是林晚宁继续分析说, 窝人之所以急来吞并高仙, 是希望获得一块绿地, 以托转他的生存空间, 他们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巨大的利益, 所以, 如果高仙跟他们谈判, 他们提出的条件, 只会给他们苛刻几十倍, 上百倍, 那么高仙皇室, 绝对难于接受, 有比较, 才有鸡别嘛, 看下我们现在一体两制这个伟大寇赏, 不仅手段平和, 还可以保留他们高仙的皇室, 让他们的皇族, 可以世代繁衍延续, 又在我们大华的保护之下, 为他们遮风党雨, 大华高仙, 又有这么多年交往的历史, 两国的民众, 也更容易接受, 大家摊出条件, 哪个好些, 一眼看光了, 皇上, 小民大胆地问你一句, 如果你是高仙皇, 在二者必将选其一的情形之下, 你会怎么选呢? 你这么说话, 似乎有些道理, 高仙皇, 应该会选与我们大华合作, 只不过, 为什么他们现在, 一提都不提呢? 他不提, 要归入我们大华版图, 我都没有他扶的, 高仙危急, 而我大华日即将和突炉人开战, 这样消耗下去, 恐怕到时候会两败俱伤, 皇上, 你真是英明了, 就是这样, 高仙皇之所以沉默, 他就是想到我们大华现在非常焦急, 想和我们斗内心, 想和我们讲条件, 以为他自己谋取更大利益, 所以, 这阵时, 一定要探听清楚他的底线, 这就至关重要了, 李泰点点头问, 你是想从徐尚俊身上, 探清楚高仙人的底线, 只但是, 他不经是个小姑娘小宫女, 又怎会参与这么重要的朝政大事呢?